Kan哥,其實做了這麼多年詩儀 非常有經驗 在台上,你最害怕遇到甚麼情況 我最不喜歡遇到拍檔 比我年輕、比我英俊、頭髮多了 還有懂得說的語言多過幾種 我也很害怕別人比我高 有台型、比我英俊 說笑而已 如果待會女生說話的時候 萬一如果她們說話,答非所問 怎麼辦?你會幫幫她嗎 不用,這裡是你的地頭,你幫她 還有多倫多的美女 每個人都這麼聰明,不會答非所問 我負責做安慰她們,不可以 好,不信你看看,真的很聰明 我們請出6號佳麗 好 有請 6號,梁家惟 二十五歲是一名心理治療師 Melody小時候看完電影《無間道》之後 就想做一個陳惠霖的心理醫生 當然現在來找她的不是梁朝偉 但是每一個病人 都有一個比電影情節更加曲折的故事 沒有人會扶有到不用人幫 也不會有人窮到沒有能力幫人 只有付出才可以擁有更多 好,Melody,你好 師爺好,大家好 Melody,你很高 你也很高 我和你相差很遠 起碼你有多高 我五尺十一 我也是五尺十一多點 是嗎 不過我看你真的要仰望你 好,希望你今天的答案 也需要我仰望,令我拜奉 高功超 沒錯,Melody對每一位病人都很積極 用很樂觀的態度去幫她 希望她們重投社會 一樣有六個選擇,你選擇一個 我選擇穿戀故事 謝謝 穿戀故事 好,先看看 我們看到有摩天輪 有小丑、老鼠甲 好,請你把她們串連成一個恐怖的故事 是嗎 恐怖 好啊,有點難度 從前有一個很受歡迎的遊樂 遊樂場 遊樂場 那一年他們就搞一個很大的萬聖節派對 是 因為他們剛建了一個很大的摩天輪 那一年,一對情侶 情侶 就進入了一個車廂 這個車廂的號碼是13 是嗎 進去車鎮 是嗎 是車鎮嗎 真的嗎 她不知道甚麼是車鎮,她說是 那你不在裡面嗎 你知道甚麼是車鎮嗎 不知道 不要緊,繼續吧 不要緊,不要問了 不要問了,不要告訴她 出外面,繼續吧 然後進去的時候 門就閉上了 自己閉上了 自己閉上了 真的是車鎮 然後女生叫,然後男生哭 那種情節真的跟你說一樣 是一模一樣的 我經常遇到一些事情 女生找我摩天輪,我就會哭 甚麼時候有男生 你剛才也沒提過有男生 只是女生而已 情侶 對…情侶 你說是結婚 結婚可以男男的 對 又可以女女的 對 在這裡也很合法 男生又哭了,怎樣 然後是因為他們看到一個小丑 這個小丑很獨特 因為這個小丑的嘴巴是… 我在等著 老鼠窄 老鼠鎮 她的嘴巴是老鼠鎮嗎 還是被女生夾夾住了 不是 她的嘴巴本身就是老鼠鎮 對 很有錯 很難想像這個小丑的樣子 是怎樣的 她的嘴巴是老鼠鎮 沒有人討厭 那怎樣?那女生怎樣 完了 你就要想想發生了甚麼 想想發生了甚麼 我剛才做的動作是對的 我真的要這樣看 她的嘴巴是… 你令我很健輩 其實她有她那一套 是的 這些比較圓的故事 要自己加上想像力 那些畫公仔畫出腸的故事 沒有用的 而且這個故事最豐富的 就是她說完之後 你可以說是一個恐怖故事 也可能是一個愛情故事 甚至是一些很色情的故事 如果我稱讚一個女生 你的嘴巴像老鼠鴿 我是稱讚她還是彈她 應該是彈她 好的 又來了… 好,不要緊 謝謝Melody 謝謝 給你掌聲,謝謝 要消化一下… 好,我們又請下一位的佳麗 好,七號的佳麗 七號,姚蓉,25歲 是一名的管理顧問 Janny絕對符合學霸這個稱號 她最難忘的就是收到 大學全額獎學金通知書那晚 別以為她是高分低能 實情就是文武全才 她舞台的表演經驗非常豐富 以及籃球、足球都飯飯店 將來的你 一定不會感激現在這麼努力的你 你好,Janny 你好,主持人好 大家好 Janny很厲害 台前幕後的一腳踢 舞台經驗很豐富 沒錯 好,Janny現在有 看答題的經驗豐富嗎 選誰 我想選拆解困局 拆解困局 好 拆解困局 看看會出甚麼公仔 這個女生好像有點麻煩 好,聽著吧 最近有一則新聞說英國有個女生 第一次去到男朋友家 人有三急去廁所 還要開大 去完廁所後,發現馬桶壞了 很害怕,怎麼辦 剛好大圓 是 她就想說不如這樣 我用一些廁紙包著大便 扔出窗戶,這樣就行了 其實挺聰明,挺衛生 誰知剛好就卡在窗台上 跌不下去 她說大件事了 然後爬出來了 現在爬出來了 爬出窗台 打算去撿回 誰知卡住 不想不下 就頭好像卡住窗一樣 終於要叫消防才能搞定 好,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女生是你的話 發現沖不到廁所 就是你發現廁所沖不了的時候 那一刻你會選擇怎麼做呢 我應該會先從洗手間裡跑出來 來問男朋友 來質問男朋友 你是不是有帶其他女生回家 哇,你好 這隻很狠 這樣我覺得對她不太公平 她可能會懵了 然後我可能會給她一個台階下 或者是你自己可能沒有衝 哇,差點一點 千萬不要得罪 千萬不要得罪 找女朋友找著你 真的要很大膽 還要冤枉你 現在要冤枉你 讓你兩條路選 你若是,就有另一個女人 若是,就沒有衝刺,怎樣 我兩人都不會選 就是了 我以後不會帶女朋友去我家 我去廁所 就算有人說我廁所 現在不行,不通了… 好嗎 我不會邀請你去我家 也不會讓你上我的廁所 我會讓你上廁所 謝謝你 謝謝大家 太厲害了 給掌聲 有點害怕 有請下一位佳麗 好,我們請北海佳麗 請北海佳麗 來,請北海佳麗 來,請北海佳麗 請北海佳麗 請北海佳麗 8號,李曉賢 24歲 是一名的法律助理 Sera最記得小學跳舞比賽 觀眾席的媽咪很大聲地 叫她的名字來為她打起 當時真的尷尬得想找碌圈 到了現在 Sarah懂得感謝媽咪這位頭豪支持者 由始至終對她也不離不起 其實世界上最美麗的聲音 就是母親的呼喚 你好,Sarah Sarah好,大家好 你好 Sarah說她參加這次的選美 要儲了很久的勇氣 不如我們現場的朋友 給她掌聲,跟她打氣 今天站在選美台上 真的不簡單 謝謝 你今天的笑容很有信心 謝謝 好,先選一題 謝謝你改寫結局 改寫結局,來吧 很複雜,又來了 《四大明珠西遊記》裂辯 唐僧四師徒就沿途打擾禎 經過九十九劫難 最後去到雷音寺取世經 好 故事裏面有… 聽著吧,其實這幾個才是重點的 可以唸緊箍咒 可以箍咒到孫悟空透露氣的金剛箍 西方極樂的雷音寺 因為你和徒弟朱八戒 現在要拿走一件 然後在剃毛跑 教堂和殭屍選兩件 加入你的故事 編成一個… 還要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哇… 有點難度 這個真的有點難度 好 你真是考慮我 如果是編一個愛情故事的話 我會選擇用教堂來代替雷音寺 因為大家如果知道 看過《西遊記》都知道 去徒西經是一個很漫長 很辛苦的一段路 是 豬八戒和孫悟空一起去 那麼豬八戒都肥的 都肯跟孫悟空一起去 是因為他真的很愛他的 那他們就不去… 哪個愛誰 豬八戒愛孫悟空? 是呀 這是新版 真棒 基版西遊記有得做 對,在這裡尤其是 有合法化這件事 對 是嗎 真的英文有得做 為何教堂會代替雷音寺未說 你只是說教堂增加了雷恩寺 還是原因是甚麼 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再去西京 他們不去雷恩寺 他們會去教堂舉行他們的婚禮 因為雷恩寺是比較中國化的 不贊成同性婚姻 現在這個教堂 因為西方,例如在加拿大 你可以在教堂進行 男人和男人都可以… 對,還有豬和猴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這是代表我們 Toronto,我們的文化 這是我們的驕傲 這是我們的驕傲 沒錯,人權 厲害 厲害,這樣你也想到 對,還有… 他會用金剛褲來… 是一個小型的金剛褲 來枯住書園胸 在哪裡 手指 手指,嚇死我 好… 就是做個戒指 就是做這個婚禮 對 好,還有甚麼要補充 就是這麼多,所以我覺得很浪漫 很浪漫,也很…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挺浪漫 金剛褲變成戒指女 陰詞變成教堂,這件事真厲害 為甚麼她是多倫多的惠小姐 因為她在香港的所有事情 都犯法,不做得了 對,沒錯 所以就做多倫多的惠小姐 太厲害了 回到香港,別這麼說,是犯法的 不能結婚的 對,沒錯 感謝你 謝謝 我們有請九號佳麗 請再來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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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刘欣迅24岁 是一名的行政助理 Andrea读大学的时候 曾经到云南担任员工教师 有一次不小心 把电话摘到分池 要努凡校长 把手提电话拉到分池 原来Andrea经常摔到厕所 名副其实是一名的论晋王 做大事的人从来不计较小节 手机没有坏刀,就继续用 Andrea,你好 詩姨好,大家好 你最近有摔到手提电话到厕所吗 没有,已经保持住了 保持住了 也是那一步,摔到厕所那一步 被人偷了 偷了的真不错 偷了的真不错 一想着,放在耳朵上 这么臭 那你那天拿回来用 有否自己弄到头发和耳朵都臭了 其实我也浸了一整晚才肯用 因为在那边的条件比较恶劣 是 我一定要用 所以慢慢清洁好它 然后再用 好,很厉害 请你選一题 我选择解决疑难 解决疑难 好 中国的姓氏 我们经常说有很多 有八家姓 但文献记载中国的姓氏 其实不止一百个 有五千多个 譬如说,我们真的猜不到 原来有人姓多 有人姓少 有人姓春夏秋冬都有人姓 东南西北也是姓 改名真的难 很难改名 好,现在你很幸运了 嫁了个姓肥 姓肥 好,你们还刚刚生了一对龙鳳胎 怎样改名呢 你会怎样改这个孖子女 肥 肥,是 肥 肥水不流肥田 是否有这样的隐喻 有,首先肥水肥田 代表富裕丰富门的意思 我想我姓女生起了这个名字后 同学们都觉得 家中又有水又有田 肯定很厉害 答对吧 水是男生,还是水是女生 水是女生 即是女生有钱一点 因为我的名字的第三个字 也有三点水 所以用女生起过有水字的东西 即是不女性化一点 温柔一点 是的 男生是田的 对,男生要耕田的 男生要耕田,所以肥田 这东西真的想得很周到 肥水肥田 为何不说什么肥牛肉 肥羊肉 肥肉那些都是一个很富贵的象征 这些是没错 是吧 这些留给她吃 留给她吃 对 这个妈妈很聪明 但这件事不会被人笑 又有意思,真是很厉害 是 谢谢 谢谢 好,给掌声,谢谢 我们有请最后一位佳麗 10号,许蕭远,27岁 是一名金融分析师 Yolanda最难忘的 就是到香港做交换生 学会如何适应新的环境 而她同时之间 亦都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Yolanda认为只有知识 才会令我们真诚地去爱人 尊重人的劳动 同时也令自己成为 诚实、理性的人 Yolanda,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Yolanda从小到大 都有很多台上演出经验的 希望这个环节 既然你这么淡定 可以帮你拿到很高的分数 请你选一个 选一题 现在还剩我想选 推理真相还有明辨真假 那么我想选明辨真假 好吧 好的 美国有一个地方叫死亡谷 Death Valley 听过没有 知道吗?应该听过了 好,出名就热了 热上来可以去到摄氏50度 是全世界最热的地方 除了热,这里出名是有几百磅的石头 会飘移的 哇 对了 因为这个石头就热胀冷缩 然后石头就变得很圆 于是 石头变得很软 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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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这样移脚冷缩会变圆吗 那你去到那里 你会不会整个圆 整个球这样就变成了 所以这个石头就变得很大 然后有这样一个物理现象之后 然后就滚动起来了 然后就想逃离这个死亡谷 就是这个石头自己变成圆了 然后自己这样滚动 那为什么只有死亡谷的石头 会滚来滚去 其他很多地方的温度都很高 因为可能那里太热了 然后又叫死亡谷了 然后那个石头就觉得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离开这里吧 那个石头都会响的 对了 有思想的 太热了 大人都会滚走了 我们都会滚走了 虽然他的答案不是完全正确 但也是对的 其实这些石头真的会移动 为什么呢 原来科研人员他们认为 因为死亡谷虽然很热 是 但因为他在Vegas附近的地方 是 他晚上又很冷 他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所以晚上就会结出一层薄冰 像我们的冰冷冰 加上Vegas很大风 大风到一落冰冷冰之后 石头在上面就会飘移 慢慢滑走 像吹那样吹那样 其实是找到一些痕迹的 你看看 是 找到一些痕迹的 虽然这个说法未完全肯定 但也似乎层层的 跟你说法也差不多了 只有石头自己会滚动 不过就不会变圆 是 一种自然现象 自然现象 是 学习了 再加上我的想象 好的 多谢你,Yohanda 好,给点掌声,谢谢 谢谢大家 好了,听完我们的十位佳麗之后 发现她们真的很厉害 不单身材好,口材更好 简直是尖嘴尼 也很二十一世纪开放的女性 很liberal 又同性婚姻 很多都说得到 原来自由 又开放 很可以代表加拿大的女性 没错 刚才提到她们 说了这么多答案 是非常非常之 令我们很惊喜 接下来也有精彩的表演 考完这里 就要考下这里 台营 考下台营 稍后她们会跟我们的营兰家族 上一个很特别的 fashion show 千万不要走开